社交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不意得罪对方 但是你确实把对方给得罪了 哪是不喜欢社交啊 只是害怕失望而已 周围的情绪是会影响 你求一个人呢 今天你会有一种内疚感 我现在确实觉得身边的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好像社交焦虑这个事是真的 很多年轻的同事 团建对他们来讲是个负担 微博有个话题 就是说不参加团建就是不合群吗 很多很多的这个点赞共鸣 你看这是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说 说实上大家更加团结 有时候大家只是笑脸相迎 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后呢 我应该我就是怕麻烦 不知道该怎么说场面话 也有的年轻人说可能这就是社恐吧 就是融不进去 说团建像一场极为尴尬的大型社交 很多因为工作积怨已久 老死不想往来的同事 如今要坐在一块 往对方脸上贴纸玩游戏 还有更多人 这也是一个特点 就是社交媒体一代人 他线上交流的时候 表情包挝 欢喜雀跃的 对吧 但是一旦面对面交流 马上安静如鸡 一言不发 他们说村上春树有一句话说 哪是不喜欢社交啊 只是害怕失望而已 这个话您能理解吗 他们现在可能社交有目的 所以它就会有问题 我们过去社交真的是没有目的 你说什么都不知道 去之前连个事都不知道 为什么去也不知道 今天可能说 今天这个社交 你比如说团建 那有个目的 那有目的去了 你目的如果达不到的话 那你肯定就很失败嘛 我当然不能代表 大多数年轻人 就是我身边一些 害羞的什么 到什么程度啊 他就不是有没目的的问题了 他是害怕表现失当 害怕不知道怎么说场面话 害怕就是害怕被人家笑话 害怕在众人面前出丑 害怕讲话不合适 不得当 冒犯了别人 得罪了别人 他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 一种感觉去社交 这人年轻时候闹的毛病 比如他学校中不鼓励 他在大庭广告之下说话 因为每个人是有性格问题的嘛 有的那个孩子 你看那个三四岁 孩子能看出他的基本状况 所以很多人呢 那就是按照性格来 你性格愿意多说的 就成了班干部 不愿意说的 您就成了班员 是吧 那从整个这个社会的 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话 当他融入社会的时候 他依然还在扮演 他小学生那个角色 那肯定出问题了 这可能跟学校还真有点关系 就是不教育 我最近听就在上海 有一个学校的老师说 他说他们有一次去春游 就是他们老师也觉得很激烈 小时候想想春游多开心 是不是 前一天都睡不着觉 那也算宠建的 对 他说这孩子也睡不着觉 是为什么呢 他说那小孩子 夜里两点就起来了 就说睡不着觉 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说因为平时根本没机会 和同学在一块玩 因为功课太多了 回家一个人做功课 做到就睡觉 然后就起床 就是没有在学校之外 跟同学一起玩过 然后呢 大家一起出去啊 到了那儿 一个大草坪 说那老师说 玩个游戏吧 大家说不会 哎 是不会游戏 什么击鼓传花呀 什么抓人啊 这些 都不会 哎呦 那老师觉得特别心酸 说现在小孩 怎么都不会玩了 再教他们 说学着学得很快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 您说的年轻人这一代 是不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 有一点这样 确实就是这种融入团体的 融入团体的这个过程没有 我真的觉得看周迅 我又觉得他没家呀 真的 我每次看到他 就跟身边几个朋友 怎么玩 哎呦 玩的那叫真自在 这个时候是你特别的开心的 还是说你这么作出来 为了让大家开心 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 我觉得我刚开始小时候的时候 比如说 其实我是一个挺害羞的人 但我小时候会有一种 就是到了人群里边 我就想让大家开心 但是呢 我真的会有比较好玩的那一面 就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表现出来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 故意而为的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 就是会形成一个自然而然的 一个呈现 那比如说我跟人接触 我都是喜欢 我就全打开了 我就这样 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也没有瞒你 我也没有要干嘛你 有些人呢 你还真的就是 他行 你就不行 当然 你马爷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有些人 大家就喜欢看他行 是 一般来说呢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 女性相对都比较封闭 真的 在男性社会里 我们今天 我这么一说男性社会 肯定会有人骂我 我们现在说男性社会 是全球的一个文化特征 就你文明行 到这会儿 它就是个男性社会 慢慢会向女性社会过渡 过渡到那会儿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比较自在 我怎么觉得 我跟这个小讯 在朋友圈里 好像男性社会 对他来说不存在似的 对 对 那我现在说的 就是这个问题 我可能 不是我可能 就是我对这个没有一个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 读的书也不多 对 然后这个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限制 或者是 是一个 我知道这是一个男权社会 或者是 就是 就是 那个女人 就是会比较干嘛的 就是我不知道 问题是 我不知道 那所以我的相处 其实我没有分你是男人 或者是 我是女人 就是 可能从接触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去分 这个 你不分可以 但男性不能不分 我们翻过来说 如果他跑一堆女的跟前 他把他自个儿打开了 批刹 打开了 对 你把你打开 你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 这些女的背后说 文涛 这人不能再招她 说她这没大没小的 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当你陷入一个女性包围当中的时候呢 你就不由自主地变得比较矜持 你平时矜持 这就是把自己稍微关拢一点 好像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啊 有个情绪问题 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 今天晚上觉得简直碰见了个事啊 就过不去了 就过不去 好难过 可是后来你发现啊 这是个骗局 你知道吗 因为呢 第二天起来吧 事还是那件事啊 没有改变过呀 你的困境并没有改变过 但是也许第二天睡一觉起来 情绪变了 情绪变了 事都不叫事 所以我后来是慢慢发现 就说 你所遇到的真的过不去的那个坎儿 它到底是不是有真实的 它到底是不是那么真实 所以我现在就慢慢就觉得 哎 好 等它情绪过去 也许那个事儿没有那么泰山压顶 只是因为我现在 把它想得特别重 亚东你有这体会吗 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 但是周围的情绪是会影响你的 所有你周围的一切人了 或者遇到的事情 大多数时候 有的时候本来我一天心情是很好的 但是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你就会不开心 整个人就不会开心 所以我选择就是 我尽量不要去看 比如朋友圈了什么 你就不要去看 整个自己 对 因为看了以后你就会发现 你要不要说话 你怎么说话 后来你觉得好吧 就选择不要说了 因为情绪是莫名的 我本来挺好的 而且影响我的并非是一个多重要的事情 其实看似跟我无关 可是它就是会让你心情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环境 像我之前 我前两天在德国坐火车去柏林 那在那个坐火车去的路上 我们买的是一等座 结果呢 找不到我的车厢 上去才知道 我们那个一等座的车厢没有挂 坏了 没有那个车厢 所有的人由一等座变成 只能站着两个小时 那错火了 可是所有的老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一点点的 因为德国火车经常这样 他们习惯了 那在这种大的环境下 我突然觉得 这个事情是可以忍受的 就是环境让你 把本来你可能不能忍受的东西变得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是在我们这边 有的时候不太行 就在那个小事情上 特别较真 比如路上 开车啦 什么 遇到一点点小事 就会容易 对 打动肝火 路怒 对 就是会让你 好吧 有的时候情绪 我觉得受环境影响特别大 社交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无意得罪对方 但是你确实把对方给得罪了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人说话的技巧 你可能说话不会说 你有这时候吗 太多了 谁每个人都有 只不过你得罪人 你有时候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把人得罪了 你不知道啊 你可能若干年以后你才知道的 这都有可能 或者几天以后你知道 你当时就追悔莫及呀 对不对 你有这写的教训吗 这个社交 社交翻车的教训 我倒是没什么写的教训 第一 我这个不记得我有什么翻车 第二 我也不怕有什么翻车 翻就翻了呗 对 人一辈子不定 谁跟谁好 谁跟谁不好 对不对 这也绝对是老司机的话 但是我能看到这种社交情况 就经常是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出去啊 一些人那就说起来 咱们不点名 点名就伤人 就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出去 出去以后呢 因为你出去大量的行动中 有很多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我的态度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对社会地位越低的人 我越尊重他 这是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素质 就是说你对比你地位高的人 这个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对比你地位低的人好 那就是你的修养 那么呢 有的人就不会 不会 那他就很苛刻的底下人 就是比如说他 就是他走的门 他没给我拉门 就这种事 我从小都是自个儿拉门 人家给我拉门 我还都有点不好意思呢 他就继问这事 比如他呢 在当着我面 管我叫老师 背后直呼我的名字 让我听见了 那人家背后交代工作的时候 没必要非得叫你个什么老师 对不对 人家叫名字是为了提高效率 每个人说 我今儿来了15个人 我念一道名字 每个人家都加上老师 这名字念着就时间就长 所以人家没有不尊敬你的意思 但他听见了 听见以后怎么办呢 那就投诉呗 因为这有公安公司呢 叫投诉 投诉来投诉去 就死活投诉半天 最后投诉完天 是的那金主的女儿 所以给投诉错 人家说投诉完了 为什么没反馈 人家都没理他 又投诉一遍 第二遍人搞出 你别投诉了 那谁谁女儿 又怎么早说呀 我说这就是人的问题 那你要对那小二维码的 他呢一天到晚在那待着 那么多人 冒着感染的风险 然后呢给你做工作 所以你要对人家高看 我看有很多这个 这个负面的 就是有人在那 哎呦能横啊 你看人家横什么呀 有什么可横的 人家无非执行一个任务而已 对 所以每个人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社交中 如果你想 你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先放低自己 就我老说高看别人 低看自己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千兽益啊 蛮招损的 真的就是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 比如说你说 哎呀我比你牛 我有社会地位 我比你有钱 这最没用了 你什么叫有钱呢 你有钱你给人家吗 你也不给人家 我要是 比如我是看停车场的 是吧 你那个 有人我就亲眼见 那爸那个那时候还是 现在是刷二维码 无所谓 那时候就是给钱 人家说11块 再给人10块钱 人家收钱的人 人家还有账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少给你 为什么不多给人一块钱 要我 对 刚才说那么小的钱 还老在这 这么穷扣索什么的 你多的钱 你那么大资产 你恰一块钱吗 他就是跟人家看不起人家 我说你要有本事 你给人家20块钱 那9块钱别找了 那算你有本事 对吧 就很多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 就是对 别人的那种恶习 就是我就特别不喜欢 餐厅过去的这个跑堂了 对 服务员和客人的关系 就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关系 对 您是来给我送钱的 对 就是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来给你做服务 但是而解放以后 这个关系就没了 就是当家做主了 对 所以呢 才会有 就是北京80年代 还有餐厅贴着 绝不无故殴打顾客 对对对 有这事 有这事 这就 这就 让这个行业 就很难生存下去 但是呢 到了 现在 就是这个 又开始 就是 城乡的差别 从农村来招来服务员 他拿了一个薪水 到这儿 他知道做什么 做各种各样的培训 礼仪的各种各样的培训 还有 地方特色的一些培训 比如说 我去过一家 山东的馆子 那里边 他就给我 我只去吃过一次饭 他就给我发个短信 我是你的专属服务员 你下次来 再订餐什么的 就找我就行了 哎呀 后来发现 这女孩就特别特别热情 哥 哥 你在这个什么 今天什么最新银 什么 咱家今天买了什么 北方人不见外 但是呢 我就是后来我就没法去这餐馆了 就不管我带女同事也好 这个 带女朋友也好 带侄女也好 只要去 他都会说 这也不是嫂子吗 他没记性 只有一个服务 今天是哪个嫂子 过去解放前 这个就是参议业 其实是晚清以后 才开始逐渐发达的 在这个大都会里 北京 他门口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叫廖高的 他实际上叫廖高 就廖 看一眼 廖望 你看 豆老板来了 远远的就看见你了 他问题是 这个廖高的 他不是巧舌如簧 他也不是 这个情商有多高 情商肯定又高 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 叫记忆力 你只要来过一次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 因为什么原因 他都记得 经常如意来 说 说 豆老板 孙子快过满月了吧 你上次是威尽 满月 我给你办席 招呼一声就得 他都会有 他不会说 你领一新女朋友 说 这回跟上回不是一人 他肯定不能这么说话 他特别会说话 而且那个话 一定是恰如其分的 达到那个标准 比你低半格 他不给你低好几格 你难过 他低半格 你是主人 他是仆人 这廖高的过去 挣钱特别多 有记忆力 记忆力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他记性好 那很多人说 其实人家共总就去三回 说那餐厅我熟啊 我老去吃饭 其实那过去 在餐厅吃饭 是不得了的 带着客人一去 你看 豆老板来了 又来了 你听着就高兴吗 他跟你所有的语言的位置 都特别好 这个是一定是他们得有 这就是高级 高级马屁 高级马屁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看出来 我刚才想这个社区概念啊 因为我小时候都在军队大院里 你们那也算社区啊 他又很有意思 第一呢 大家都特别愿意做无偿的劳动 比如打扫卫生 就有人一喊 各家各户 谁不出去人都觉得丢人 是是是 对不对 灭蚊子 对对 除四害灭蚊子 打扫卫生 人都是拼命的出去 都是免费的啊 这里有没有矛盾呢 我们那孩子里都有矛盾 但出去打架的时候没矛盾 我们是空军大员的 跟海军大员的 海军大员的人也这个态度啊 就他自己肯定也有矛盾 但是他出去跟你说 他又包成一个团 就是他 你说他有什么利益吗 我想他除了有一个荣誉感 没有任何利益 那时候没有任何利益 但是绝对不会有一个 空军大员的孩子 站在海军大员的那村里 往回打 这就说明人性当中是需要归属感 他是一种安全感 也是一种保护 对吧 比如说 我们一出去 我们这边出去人多 每个人心里都特安定 就这么人多呀 对 那这边一看 他才来十几个人 我们这三十多个人呢 就从正式上 他都有这种归属感 你要这么想想 我现在还是熟人社会里的人 就是我的安全感 不是你是谁都是 我的安全感好像还是来自于我有一圈朋友 对 觉得有什么事啊 好像还有 总有人帮忙 总有人就会支持你吧 对 今天的社会变得不幸 是就是速度是加快的 你比如你在北京 你假如你到北京来 你举目无亲 有一个人给你领路啊 最好的他是给领进一个旅游商店 最好的接我了 算在你就不知道还有什么 画点眼我钱算了 对吧 那还算一好人呢 改革开放以后 我在这个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出版社嘛 那时候就是所有的就是旅游经历都来自于出差 所以特别趁着年轻特愿意出差 哪都看 我第一次到上海去 那时候都是公共交通 下了火车以后找公共汽车 也没有什么现在有各种方面的 那都没有就是到处问 然后有一个人特别的热心的给我领到 我当时找那个上海坐鞋 就是巨鹿鹿 好像是什么六百多号 是多少号 巨鹿鹿特长那个路 上海路都比北京长 没人陪着我 一路特高兴的就给我领路 说各种事 然后最后到那个坐鞋门口的时候 他一下子把我拦住了 他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 他说你是北京来的 我说对啊 就已经闹明白 从你身上有那个通用粮片 咱俩换换去 后来我才明白 为什么他这个陪着我 这么热心 因为粮片对我来说 我在那个地方 因为到招待所去 你的出差吃饭得交粮片了 你交的粮片和通用粮片都是一样的 你该吃一斤就交一斤 对 但是这个地方粮片跟通用粮片价值是不等同的 所以他就给你要换嘛 那时候你会发现 商业社会会会带来一个东西叫利益 有利可图 他就愿意 那我们慢慢形成了这种有利可图的时候 那就变成无利可图的时候 没人去做 你比如说 有些时候你办个事 就好麻烦 真的认识一个人 你就这太假如太有用 你不是说 尽管谁都批评说医院排队怎么着 那换了你要是医院里认识一人 我也假设 这就是太省事了 可是呢 你又会发现呢 现在很多时候我都在犹豫 好上又不合规矩 不仅是不合规矩的问题 就是你要不要欠个人情 就是说 这个你找了人家帮忙 哪怕人家不找你了 那天我看一网上一文说挺有意思 就是你今天这个社会本质上你这个账怎么算 好他在一个城市结婚 亲戚说送你一个三门大衣柜 对吧 然后呢 这大衣柜呢 是找这个火车 这个什么叫灵弹呢 是什么运来 还是说不用 我给你找一司机 找一司机都是哥们都是朋友 司机带他这亲戚 装着这大衣柜 哗 给他送来了 好 人情太大 送来了之后呢 他们家呢就在庐山脚下 然后就是这司机说呢 没去过庐山 第二天呢 还要陪油 陪着上庐山 在这个 得吃一顿 还说第二天也没在你家住 就我们连夜就回去了 最后他算了算 比火车运费 贵三倍 而且呢 你永远觉得欠着他的 对 马爷你现在求熟人帮忙 是个什么心理 我这就很痛苦嘛 你看我没求过你嘛 光我求您了 就是人求您 不要说 就是你求一个人呢 今天你会有一种内疚感 尤其像我们这样啊 就因为我还有一个年龄 就我年龄比较大了 然后呢 你还有一个假象的社会地位 然后你去求人家 人家就有人办不成的时候 他会特别努力 特别努力 交代不过去 交代不过去 弄得你还很痛苦 所以呢 每次都是会试探 就是谁有什么个路子 帮什么 我们今天确实是一个人情社会 就是你没有这个路子 你很多事就死活都办不成 就突然你找到一个人 就很简单 就把这个事办了 对 那所以你就被迫想相信这个熟人社会 相信我怎么信任你 过去那种生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丢得一干二净 我就讲了一个事啊 我刚才你们讲这个生人熟人之间 我忽然就想了一个事 我想想我结婚都三十多年了 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刚跟我结婚 那时候她自个儿去杭州 去杭州呢 到杭州以后呢 她要去到林隐寺进去拜佛 她拜佛的时候 她比较信佛呢 她就说我身上第一不能带钱 第二不能带什么 就什么都不能带 然后她就把一个书包呢 把她的钱包书包和身份证件 什么就搁到这个书包里 就是她路上认识的一个人 她给了这个人 她说我进去拜佛你等我 她一进去呢 比她想象的时间长 大概有两个小时才出来 那人还在路边等着呢 你今天先别 先别说有没有这人 今天谁敢了 干这个事 你根本不认得这个人 就不认得就非常信任 那时候那个社会 这时候我说 就大约三十年前的社会 是如此的信任 如果不是一个如此信任的社会 他也不会去做这个事 今天有没有这种人 我想依然有这种人 但是没人做这件事 人有的事都敢给 我既然给你我就敢 但是人家不是 假设你 谁都不认识你 对呀 咱们在座的人都会在那等两个小时 但是谁会信任你呢 这是有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潜在的 一个假象熟人社会 是特可怕的 我告诉你是什么 我们不说的不是一个领域 是一个事 千万不要误认为是一个领域 比如一个班主任 所有的学生有群 四十个学生 这班主任遇到一个难点 他就发一个什么 谁有办法解决 马上有个 这是假象熟人社会 因为那个家长有求遇他 然后这个孩子就问他 说我们老师 要找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谁来帮忙 突然就有一个家长说 这时候我能解决 你说这叫什么社会 这是假象熟人社会 他不是基于情感 他还是基于交换 对 我给你办个事 你对我还是好一点 交换是公平的也好 我们的交换是公平的 买卖就是交换公平 他是一个非公平的 特权的 就所谓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 不要以为 只是我们的很多官员的 腐败的权力寻租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权力寻租是什么呢 就门口看门那大爷 他也有权力 你找他 他不让你进 他让你等五分钟 他可以不让你等 或者等三分钟 他让你等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他不来 他就是权力寻租 他获得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没有 他就难为你一下 他心里就高兴 因为我在这坐着 一天一天的 也没啥事 对吧 要那个存在感 存在感 所以你经常会发现这种事 所以说 还是善待别人 对吧 至少保护自己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